《鱼鵝》 一般是在一艘船上 它應該是在外面 在一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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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在一面上 在一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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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怎麼使用 第一,這個鱼鵝 我們在鎮上 其實它有一個蓋 蓋在這裡 要蓋在什麼地方 鱼鵝都蓋在殘腸外面 那個鱼鵝頂 就是鱼鵝頂 它可以蓋起來的地方 絕對不要放在殘腸裡面 其實這個東西 是在救命 要放在外面才有路 這個鱼鵝頂 鱼鵝頂那鱼鵝的時候 它如果蓋在水底的時候 因為這個後面有空 那水垢就會進去 水垢就會進去 水垢就會進去 它裡面有感受到那個水質 它裡面有作用 自然這個鱼就會大開 第二,我們要注意 這個 安全期間 電力一般是用5年 所以我們要看電力的時間 超過5年就要換 Eeple就是發射信用 尾切 尾切或是 它會把鱼鵝頂 給大家知道 所以我們要注意 Eeple上面 有一個MMSI 尾切 就是我們都直接鱼 尾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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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這個壓力 它就大開 瀑布起來的時候 他在水面上 他就把信用發射到尾切 尾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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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握開,把我們的救生庭旁邊,或是在我們鑽的旁邊 大家就知道這隻鑽現在在什麼位置,可以來做救的空間 因為這個電磁,它發射信河 連續可以發射四十八點鐘,等於有兩天的時間 這就可以接生很多 我們飛機或鑽,如果要來救這隻鑽的時候 出去就發生這個位置,可以來救 所以大家要特別注意,放在正確的位置 還有,讓它隨時可以撲起來鑽上 位置接到信河之後 就可以接生很多時間通緝,救我們的鑽,或是危機 趕來這個地方,因為這個地方發生蝕 他記得就是說,這個鑽要有作用的時候 就是它的電磁很重要 正確的在使用,例如是有在做測試 而且那個電磁沒有過期 它這個光靈這樣才發射 因為這是救命的空間 所以我覺得對我們大家的安全都很重要 我們在使用鑽鑽的時候,要用很正確的方法 這才可以讓我們這個鑽鑽發生作用 對我們的生命才有補充 我們在使用鑽鑽的時候,要用很正確的方法